蠻王不愧是今天的主角啊 从头打到尾 连大本营都是他拆掉的 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游戏里面出现了一个帝王手套挑战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搭配史诗装备登场的这个挑战长什么样子 哦这个城墙是排成了姜丙屋的造型 防守的部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火塔 以及四只蠻王 防守的城堡里面是摆放的满满的小哥布林 非常的凡人啊 可以使用的部队是有看到的一些超级野蛮人 吉木骑士和冰人 以及今天的主角蛮王 当然这个蛮王身上是装着第一个登场的 史诗装备巨人手套登场的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通关路线吧 我选择直接对着城堡来了啊 除了城堡里面有满满的小哥布林之外 这里还藏着一大堆的电塔 我先下了一只冰人再跟上姜丙之王 你可以看到这些源源不断的小哥布林有多么的烦人 等到冰人的效果过了之后 我打开蛮王的技能 并且在前方的火塔位置丢一罐骷髅法术 戴上巨人手套的蛮王非常的凶猛啊 一下子就秒掉了全部的哥布林还有眼前的城堡 这里的单体火塔如果不幸黏到你的蛮王的话也没有关系 直接下一罐冰冻把它动起来就可以了 打掉了火塔之后蛮王会往右手边走 我在六点的外侧下了一个吉木骑士进来 等到这个吉木骑士把内层的城墙也开了之后 我再补一个冰人进来 让冰人、吉木骑士还有蛮王同时 从六点的位置往三点的方向前进 吸引到防守蛮王注意的时候 我在这边补上了两只杀手 还有几只超级野蛮人 这边有一个小重点就是六点的这个圣水库 如果没有倒的话就要赶紧补哥布林 或者是超级野蛮人进来把它打掉 因为我们是希望蛮王可以跟着部队往三点的方向前进 如果六点是留了一个圣水库下来 没有打掉的话等一下你的蛮王会回头走的 好现在顺利的要往两点钟的火塔位置前进了 我在三点的外侧下了两个吉木骑士进来 一样是要帮忙开墙 因为等一下三点的这个金库是需要处理的 然后再从一两点中间的这个火塔缺口位置 塞了一个冰人 让这个冰人把火塔都动起来 然后补上超级野蛮人帮忙拆火塔 接下来会面对到一个单体火塔 你只需要注意看这个单体火塔 是不是有黏到你的蛮王或者吉木骑士就好了 如果有黏到的话就直接下一个冰洞来救他们 或者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也没关系 反正你的冰洞很多 这边就直接把单体火塔动住就对了 那十二点的外侧用炸弹人开墙 然后补上哥布林来把这个金库打掉 刚刚三点钟这里已经撞开了成墙 也要补一个哥布林来把三点的金库给打掉 现在吉木骑士直接冲到大本营这里来了 如果有两个吉木骑士来撞大本营的话 他们是有机会来把大本营打掉了 如果你担心也一样可以下一个冰洞法术 这里我是没有丢冰洞的 最后这两个吉木骑士是差一点点就能够把大本营打掉了 不过没有关系 等一下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当我的蛮王走到靠近阵型十点钟内侧这里的时候 面对到防守的最后两只蛮王以及一个多人剑塔 这边可以看我们的冰人是不是有适时的动住防守的多人剑塔 然后再从侧边补上杀手进来 如果没有动住多人剑塔的话 你的杀手是会被多人剑塔给打掉的 最后只剩下这个大本营 处理的方法除了让蛮王自己去砍爆他之外 你也可以下超级野蛮人进来 搭配着冰洞来把大本营打爆 最后是蛮轻松的就完成了这个挑战 手上还剩下了一点部队和法术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帝王手套挑战的参考通关路线 这次挑战我一样会送出一个最秀通关的黄金通行证 给剩下最多单位完成挑战的人 详细的说明请直接看下画面上的参加方式 如果你有觉得更稳定的通关方式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